今天 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准备好听神的话吗 赞美神 我们直接进入信息 谢谢你耶稣 我们想分享关于不完全信心的力量 当你的信心软弱时 你的信心其实是刚强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当中许多人来到神面前时 我们不会告诉别人 但其实很清楚心中的怀疑 我们还是一直感到不信 不相信 我们问自己 这会拦阻我得到神的答案吗 会让我付出代价吗 神还会听吗 我知道 我知道我相信 但我还是怀疑 有多少人这样过 信却仍怀疑 好 只有几个人 神还记下来 有多少人来到神面前 你们相信 但仍有怀疑 OK 赞美神 这篇信息是给你的 我想与你们分享 我将从上次的地方继续 但本身也是完整的信息 一起来看罗马书四章 一节 如此说来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凭着肉体 得了什么呢 亚伯拉罕我们的先祖 他是信心之父 OK 摩西很棒 但他没有被称为信心之父 大卫也很棒 但他没有被称为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才是 犹太人和基督徒 包括阿拉伯人也如此 他们称亚伯拉罕是先祖 这也是对的 也是玛丽 因此 亚伯拉罕凭着 肉体得着的是自我努力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 就有可夸的 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 经上说什么呢 说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 所以如果你为着某个东西工作 神就无法因着恩典把它给你 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称罪人为义 而不是称义人为义 我上周说到 为何十分圣洁的神 对公义没有任何弹性空间 圣洁毫无瑕疵的神 如何能称罪人为义 必须有个基础 让他这么做 基础是十字架 好 如果你相信 耶稣和他为你成就的 你相信天父 因他的爱子而称罪人为义 你的信 你的信就算为义 什么样的信 不是相信信心 是相信神 说关于爱子的事 神差派他的儿子来 你说Amen 顺便说一下 Alef Manon 三个希伯来字 Amen 就是我刚才说的 回到第三节说 说在旧约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这里在希伯来文 亚伯拉罕Amen 认同神 好 亚伯拉罕Amen神 今日你去以色列 你问他们信心是怎么说的 他们会告诉你一个Muna 就是Alef Manon 加上He Vav He 好 这告诉你 Amena和恩典 信心和恩典 Amen 恩典伸出相信 原文也是这样 所以Amen来自Muna 是前面的部分Amen Emuna Amen 好 Amen就是相信神 所以当你说Amen 就是释放信心 好 因此这里很清楚地说到 这种信心 相信神 称罪人为义的 有一天 当耶稣再来 世界会说 你们骗我 你告诉我 这位神 他只会称义人为义 只有好人 只会称那些 行善的人为义 你骗我 你从未告诉我好消息 世界会指着教会说 你说谎 因为我们没告诉他们 今天 神是称罪人为义的 就是罪人 不义的人 当你是在不义的位置上 神称你为义 当然 不要继续活在不义之中 Amen 好 一旦得救 Amen 就像救恩 就像游泳池 充满圣灵 水 我们跳进去 你不可能不圣洁 你不可能在恩典中 却不圣洁 就像在水里 身体一定会湿 应该吧 人们争辩说 你可以在水中 身体却不湿 屏幕师 你必须教别人要湿 你必须教导他们 进入水里 神的恩典就像水 你出谋恩典就出谋圣洁 出谋恩典就出谋能力 Amen 你出谋恩典 恩典是位老师 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上周看到 我们不需要下甲 来抚养以撒 撒拉就够了 下甲是律法 撒拉是恩典 我们上周学到的 Amen 你明白吗 好 我要和大家分享 在进入正题前 我想告诉你 我最近从主学到的 直接从天堂来的 我透过这些经文 分享了很多 真言四章 圣经说到 我儿要留心 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结果是 看第二十二节 因为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好 有一天 我在默想这段经文 神告诉我一些事 看看希伯来文 因为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看这一段 看这段经文的 希伯来文 在我告诉你之前 我想让你看到 在希伯来文中 神话语非常棒的东西 今天会多讲点 希伯来文 好 我喜欢奶茶 所以我特别 来泡一杯茶给你 OK 预备好学习 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就像 中文读法是 由右到左 让我们看 创世纪一章 圣经的 第一节是 正好七个字 希伯来文是 由右读到左 明白吗 注意到 Alef Taf at 没有翻译 第一个字母 Alef 是希伯来文的 第一个字母 Taf 是希伯来文 最后一个字母 记住 耶稣是犹太人 他和犹太人同胞交谈 Alpha和Omega 那是希腊文的字母 好 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是Alpha 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是Omega 但耶稣绝不会对犹太同胞说希腊语 他会说 我是Alef Taf 换句话说 谁起初创造天地 起初 Bara Elohim 神 他签了个名在那里 我是Alef Taf 他在启示录说 我是耶稣 起初也是末后的 看见了吗 当你问拉比 为什么没有被翻译 或问任何一个犹太朋友 他们没有明确的答案 只说是个标志 标志出现了 说 我是标志 我是Alef Taf 明白吗 所以有七个字 顺便一提 爱文潘宁伟大的数学家 他说 不只有七个字 但如果你看所有字母 计算一下 每个都是七的倍数 这是一个数学现象 对于数学家来说 你会发现这句经文非常惊人 我们今天没有要看 我只想给你看点东西 把这七个字放在一起 你会看见犹太人的灯台 神要摩西造的灯台 这七个分支的灯台 在摩西的会幕中 照亮了圣所 就像教会的光 这就是为何灯台 象征了神的百姓 聚集在一起 就是教会 你记得 启示录中 七个灯台 圣经说是七个教会 约翰转身看见 七个灯台 这里有七个分支 在中间 约翰看到了耶稣 它是中心的那一支 如果你仔细看 左边和右边的分支 其实都指向中心 代表教会 一切见证 都指向耶稣基督 我们在这里 不是要高举任何人 甚至不是平约瑟 教会是个宣讲 耶稣基督的地方 教会是个宣讲 耶稣基督的地方 只有一个名字 是值得的 就是耶稣的名 Amen 当人们经常谈论我时 我会担心 但如果是讲到 我的信息 屏幕时所分享的内容 我很高兴 Amen 因为屏幕时 把人指向耶稣 好 如果有什么优点 我真的非常会指 神拣选我 因为当我上小学时 有什么事不对 我会指 指这里 指那里Amen 神使用这个来荣耀他 Amen 今天我只是把人 指向耶稣 任何需要 你就指向耶稣 Amen 所以 我们是登台 请注意 Aleft of在中心 没有翻译出来 你看到 EET 好 Aleft of 这是耶稣的签名 希伯兰文的 第一个字母 和最后一个字母 OK 我们有个灯台 为什么 七个分支 起初的灯台 只有七个分支 今天以色列 有九分支的灯台 那是光明节灯 好 光明节灯 不是圣经的灯台 圣经的灯台 是七分支 光明节灯 有它的意义 好 撒加利亚书讲到 七个分支 周围的两棵树 变成九个分支 重点就是 七分支 是神告诉摩西的 OK 你明白吗 主要我看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你知道我发现什么吗 我发现了 Kiha-in-hin I-mose-in We call Basro Malapay 好 你的肉体 Malapay 在西伯来文 是七个字 OK 我们把这些放进灯台 西伯来文的七个字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看到了吗 也有灯台 不是每句经文 都是灯台 但当你找到一个灯台 其中有奥秘 仔细听 我从未在任何书中 读到这个 未曾听过任何人讲这个 这直接来自主 当我研读时 我听到他告诉我 然后我在西伯来文查考 这就是我找到的 然后主告诉我 看看忠心那一支 得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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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得着他的 所以我们有 因为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好 因此我们有得着他的 那些每个周日来教会 属于得着他的当中 因为只有那些寻找的 才寻见 那些睡着的 会做梦 那些跳跃的 会跌倒 那些寻找的 那些寻找的 才寻见 那些寻找的 才寻见 好 所以寻找的 才寻见 很明显的 你们都在找寻 Amen 我专注看这些经文时 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我持续默想这些经文 直到 头脑打结 神给我一个新的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默想 因为我喜欢这些经文 我喜欢这些经文 事实上 你可以经由 人脸上荣光 焕发程度 来知道他们 在神话语上 所花的时间 但你看到一个 一个脸是 郁闷 忧郁 你知道他们没有 足够的时间 在神话语中 你不可能花时间 在神话语中 而你的脸 不会发光 Amen 因此 有一个超越 自然美丽的光辉 我见过一些 平凡的女孩 或当她们 发光的时候 我的天啊 她们超越了美丽 却空洞的 女孩 美丽 却空洞 那些 外在的 无法持续婚姻 是光芒 生命是丰富的 无私的品格 使得婚姻得以维持 我明白男人 喜欢看美的 神造美丽的事物 Amen 没关系 但光芒会使你美丽 Amen 所以我们有中间的字 是什么 寻找 第二十二节 正好有七个字 但如果你 如果你 仔细看 七个字 中间那个字 为寻找 得着它的 这是一个很长的字 你数算字母 得到的是 七个字母 现在我们有一个 灯台中的灯台 你看到了吗 中间字母是什么 是神的名字 Aleph Aleph 是第一个字母 Aleph 被用在 阿爸 天父 每个 希伯来字母 都有一张图像 而且图像 总是一致的 就像 Yu 是张开的手 由此有Yar的 这个字 达利特 是达 Aleph 是献祭的牛 是牛的图像 Aleph Aleph 是牛的图像 所以也是父亲 这个字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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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父亲 现在再回去 二十二节 这节经文 因为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在希伯来文中 正好是七个字母 然后你仔细看 中心之 在得着 这个字 其实有七个字母 是灯台中的灯台 如同以希伯在意象中 看见轮中 套轮 主让我看见 灯台中的灯台 所以我太激动了 我为什么兴奋 什么话语 给你生命 在真言四章中 在真言四章中 只说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因为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我是一个 属灵饥渴的人 神啊 告诉我 这个话语是什么 你可以说 神的每一个话语 都给予了生命 但实际是赐下死亡的 好 格林多后书三章 刻在石头上 属死的直视 我需要专注于神 话语的哪一部分 神回应我的祷告 他让我看见这一点 你的主要焦点 聚焦到圣经的 聚焦到圣经的中心 永远是Aleph 中心自是 中心自是得着 但它是一个灯台 有七个字母 再聚焦时 再聚焦时 你会发现 最中心字母是Aleph 这是现记的牛读 研读圣经时 如果你想要生命 如果你想要肉体的健康 专注于耶稣 和他所成就的 而不是规则和条约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这些东西会正确的 你有正确的相信 你的生活就会是正确的 像亚伯拉罕一样 亚伯拉罕所相信是正确的 你明白吗 我想与大家分享在创世纪 17章亚伯拉罕的故事 创世纪17章 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顺便说一下 全能的神 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 神说 我是全能的神 每当你看到全能的神 在英文圣经中 神是 神是 L 全能是 Shaddai 神说 我是El Shaddai 神说 我是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那位 这是神 其中一个名字 好 El Shaddai 注意 El是 Elef Lame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 做完全人 注意 不是说 如果你要在我面前 你必须做完全人 你看到了吗 再来一次 神没有说 只有当你完全时 你才可以在我面前 神没这么说 神说 我是全能的神 我会供应你所有需要 如果 如果我给你更大的责任 欢庆吧 会有更大的供应 OK 我是全能的神 来到我面前 享受我 与我交流 与我交谈 你知道吗 你将得以完全 Amen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下一节 亚伯兰 俯伏在地 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 做多国的父 所以神给了他 他的 嘿 这个字 好 记得神的名字 You have a hey 耶和华 看看神的名字 You have a hey 由右到左读 注意嘿 被提到两次 所以神的名字里 有两个嘿 Hays 他们说 你发出这个字的音 如同神的呼吸 嘿 人像一个塑像 好 在地上 一动不动 没有生命 当神呼吸 嘿 人就活了 所以我们因着 嘿而活 嘿 每个希伯来字母 也是一个数字 希伯来文 没有数字像 一二三 我们有ABC 也有一二三 他们的一就是A 二是B 字母就是数字 明白了吗 嘿 是第五个字母 当他们要写五的时候 他们就写嘿 OK 你明白吗 好 所以 五的数字就是 没错 就是嘿 但屏幕是 为什么恩典的数字是五 今天没有时间讲了 好 嘿 所以神在这里 有几个嘿 两个嘿 神拿了他的嘿 呼吸进入亚伯兰 亚伯兰的名字 变成了亚伯拉罕 A left bad rush man 亚伯兰 神把嘿 放进去 他呼气 嘿 成为亚伯拉罕 神把他的恩典 呼进亚伯兰 成为亚伯拉罕 他 他不能和撒拉 有儿子 好 亚伯兰 亚伯兰的意思是 尊崇的父 但当神向他呼气 他成为多国之父 做一个受人敬仰的父亲 是一回事 你可以做教父 每个人都敬重你 只对你自己有好处 但当你是多国之父 你让众人受益 神的恩典 总会让你使众人受益 亚伯兰的意思是 尊崇的父 但当神向他呼气 他成为多国之父 做一个受人敬仰的父亲 是一回事 你可以做教父 每个人都敬重你 只对你自己有好处 但当你是多国之父 你让众人受益 神的恩典 总会让你使众人受益 你明白吗 让神的呼出 嘿 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 多国之父 OK 你明白吗 让我们往下看同一章 我们来看撒拉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的妻子撒莱 不可再叫撒莱 他的名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 为什么改变名字这么重要 然后神说 我必赐福给他 对亚伯兰神说 你的名字现在 不再是亚伯兰 而是亚伯拉罕 然后神在名字改变后 祝福他 以撒降生了 应许成就 OK 好 看看撒莱 撒拉 好 来看撒莱 如果你看前面两个字母 撒拉 即使今日俄罗斯人 他们谈他们的撒拉 领袖 撒拉 撒拉在希伯来文是王子 撒拉 是的 先生 撒拉 从先生 一些英文单字 是从希伯来文而来 就像你的袖扣咳嗽一样 他们称之为咳嗽 咳嗽是你的 你的你的手 杯 好 一些单字都转换 都转译了 先生是从撒拉而来 是的 撒拉 OK 撒拉 所以加上you的 你就成了个人的撒来 我的先生 我的主 我的领袖 想象 亚伯拉罕 称呼他的太太为 我的主 我的领袖 我的先生 大家都知道 他主导 他的人生 我没法生孩子 你就找我的侍女 圣经说 亚伯拉罕 什么 也没说 他 他相当强悍 去找我的侍女 所以他主导一切 我们都知道 好 因为这个 you的 撒拉 成为个人的 我的主 我这样称呼 当我跟妻子 跟妻子争吵时 让我告诉你这件事 无论我们怎么吵 最后一句话 总是我说的 是的 先生 好 撒拉 OK 好 神的名字中 有几个呼吸 you had by hey 神呼出 他的hey进来 他的名字 本来是撒拉 hey进来 就变成撒拉 OK 现在 神挪去了you的 把hey放进去 好 意思是公主 公主 你知道 一年之后 孩子降生 他们等待多年的应许 成就是当恩典被分次之后 另一件让你大吃一惊的事 每个西伯来字母都是数字 恩典是第几 第五 也就是hey 你知道 神拿走了yield 神给了我们hey yield是第十 律法的数字 当你在律法之下 你成为律法主义 你变得刚硬 你开始只看对错 别靠近我 我比你更圣洁 你变得自以为义 这就是律法的工作 神拿走律法赐下恩典 律法没有错 律法是好的 但是恩典使你变好 律法不能使你变好 律法是圣洁的 但无法使你成为圣洁 恩典使你成为圣洁 Amen 所以神挪去yield 神给了我们hey 另外 每个西伯来字母 也是一张图像 就像arelef是牛的图像 yield是手的图像 你可以问任何以色列人 yield是手的图像 yard手 代表着人的努力 神挪去了人的努力 给了人 他的气息 他的恩典 Amen 注意神的气息吹向你 牧师 我在财务上一直有问题 神在对你吹气 但是平牧师 我身体里一直有这些症状 神现在在对你的身体吹气 平牧师 我一直相信神要给我孩子 祂在对你的子宫吹气 Hallelujah 祂吹出hey 祂的恩典 Hallelujah 你会结识累累 君王会从你的身上出来 Amen 是的 yield和hey 只有神才能处理yield 人的工作 力量与表现 我们能做的就是领受恩典 大家一起说 Amen 我的天啊 我打算介绍这个 然后开始我的信息 但时间已经到了 因此我们将在下周继续 好吗 也许如果神引导我 那么我们将继续 如果没有 我们会讲另一个主题 但是 结束时 我想很快让你看一些东西 我不会讲整篇信息 但很快的 我之所以告诉你 这些是因为 还有更多关于 撒拉和亚伯拉罕 能让你明白 但问题是 当神与亚伯拉罕说话时 再回到经文 他的名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 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 我要赐福给他 他也要做多国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 从他而出 我要告诉你 每当恩典进入你的生命中 君王的身份流动 我讲过这个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 当你领受公义的礼物 你要做王 你命定为王 只有当恩典进入你生命中 好 重点就是 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 在领受启示时 神对他说 神 神显明自己是全能的神 亚伯拉罕如何 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 心里说 一百岁的人 还能得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好 我们有第十八节吗 亚伯拉罕对神说 但愿以什玛利活在你面前 然后他开始关注他的另一个儿子 好 这叫什么 软弱的信心 但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四章 罗马书第四章的应许 时间的关系往下看 十六节 所以人得为后四是本乎信 因此就属乎恩 第十七节 神说 我们刚刚才读到 如经上所记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们刚刚在创世纪十七章读到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 是无变为有的神 第十八节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已死 这里说到的是同一件事 我们在这件事上 读到他 唯一的反应是 他笑了 但在这里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已死 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他的心情还是不软弱 往下看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 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 我读了这个 觉得被定罪 人们说 看看亚伯拉罕 他从不动摇 他信心如此坚定 但是如果你看看 他的真实故事 他笑了 这是推荐以时玛丽 所以屏幕是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看看 看看萨拉 萨拉 希伯来书十一章 我很快讲完 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一节 因着信 连萨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说因着信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 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什么在乎 你是否过了生育的年龄 萨拉的女儿 他会让你再次年轻 Amen 为什么 因为萨拉以为 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哇 赞美神 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创世纪 十八章 十节 谁说 到明年这时候 我必要回到你这里 你的妻子萨拉 必生一个儿子 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 也听见了这话 有一天主造访 亚伯拉罕和萨拉 好 亚伯拉罕坐在外面 萨拉在里面 我非常受激励 看到当日的妇女 如同今日的妇女 她做什么 她在帐篷后面 我在这里 没我的事 但她在听 他们说是夏娃的偷听 而不是亚当的偷听 这是 很久以前 神给我私人的启示 好 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 他们的年纪老迈 萨拉的月经已断绝了 当主说 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你猜怎么样 萨拉心里暗笑说 我既已衰败 我主也老迈 岂能有这喜事呢 这些都在神更新她的青春之前 太神奇了不是吗 她笑了 但你读到什么 因者信 她领受力量 牧师为何如此 因为因信称义是有意义的 让我们回到这一部分 仔细看 我们要以罗马书第四章来结束 如果你看到罗马书第四章 我们读到亚伯拉罕在信心上 没有软弱 正如大卫称 我们即将读到 因信称义的描述 因为这就是你今日所示的 你是因信称义的 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在行为之外 与你的行为无关 你只需要领受 我们应该喜爱关于公义的定义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换句话说 你过去所有的罪都被赦免 现在与未来都被赦免了 但从现在开始 主 不算唯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这个字不算 在希伯来文中 是非常强烈负面的 对不起 在希腊文 Ome 绝对不会将罪归于你 换句话说 这里有两个祝福 其一是 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 第二是 第一个祝福 第二个祝福是 神永远不会把罪归于你 当你失败 当你跌倒 当你犯罪时 神肯定 绝对不会把罪归于你 下一个问题 有些属灵的警察会说 你怎么能这么说 神是神圣的神 因为祂的圣洁 祂积极地 把你所有的罪和心灵 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 如果你今日相信耶稣 神绝对积极地 不会 不能 将罪归于你 OK 我不确定时间够不够 现在事情是这样的 赞美神 事情是这样的 你知道 怀疑是罪吗 变来变去是罪 事情是 几乎就像每一次 你带着不完全的信心 来领受圣餐 你的头脑有疑惑 你的心里有信心 这就是你所有的 你还是有信心的 但你在想 我会领受得到吗 让我告诉你 这如同血漏的妇人一样 她战斗而来 对吗 她摸了摸 她衣服的下摆 OK 事情是 这不是信心的丰满 而是个不完全的信心 她没有想认识她 她的信心是自私和无知的 是自私 因为她想偷取祝福 她不在乎医治者 她不是为医治者而来 好 这太自私了 我们这样明白 好 不完全的 因为她在后面偷偷接近 实际上你可以来前面 甚至麻风病人 可以来到前面求她 所以她已经走过了 懂吗 她在人群后面 许多的群众当中 她触摸 这是不同之处 让我告诉你 这如同写露的妇人一样 她战斗而来 对吗 她摸了摸 她衣服的下摆 OK 事情是 这不是信心的丰满 而是个不完全的信心 她没有 她没有想认识她 她的信心是自私和无知的 是自私 因为她想偷取祝福 她不在乎医治者 她不是为医治者而来 好 这太自私了 我们这样明白 好 不完全的 因为她在后面偷偷接近 实际上你可以来前面 甚至麻风病人 可以来到前面求她 所以她已经走过了 懂吗 她在人群后面 许多的群众当中 她触摸 这是不同之处 好 她用战斗的手触摸 她的手是如此干瘦 她患这种疾病12年 她瘦弱了 但她拿起 她能做的 只是触摸 却拿起更高 也许她可以做的 只是触摸她衣服的下摆 关于主的事情是 好 她是很棒的救主 她从不会 她从不会这样说 你停下来想一想 我的能力在衣服上 你不知道是我吗 但因为你只触摸我的衣服 你不会得着医治 她永远不会这么说 她是像这样的主 你真相信你的手指 触摸到我的衣服 就可以得着医治 那你手指 触摸到我的衣服 就可以医治你 他总愿意降下 自己到你信心的水平 这是我们的主 好吗 不要让任何人 告诉你别的 当你相信他而来 带着相信而来 但还有怀疑 有人这样教导 因为还有怀疑 在你心中 你不能来 或你领受不到 让我来告诉你 我们是有趣的生物 我们可以受到迫害 但不会被丢弃 你知道我们可以相信 却也怀疑 你心里相信 但你脑中 如果这样 如果那样 就是来 因为当你相信 却有怀疑时 他会原谅怀疑 并回应信心 他会原谅怀疑 并会回应信心 他就是这样的耶稣 Amen 来到他面前 不要怕 不要怕 事情是每次 亚伯拉罕笑 都没有记在于 神的圣经中 每次亚伯拉罕相信神 都被记录下来 每次萨拉笑 都没有记录 但萨拉相信神 被记录下来 因为同一件事 萨拉同样地陈述说 我既已衰败 我主也老迈 他笑着说 岂能有这喜事呢 你知道神记什么下来 在彼得前书三章 就如萨拉听从 亚伯拉罕 称他为主 当他做对时 记录下来 当他做不对时 没有记录下来 后来他与神争论说 顺便说一下 我没时间给你看 我没有笑 神说你笑了 他说我没有笑 不 你笑了 你可以回去读 问题是 每次你开始胡言乱语 你在这里赞美神 奉耶稣的名 我的医治 耶稣是我的医治者 哈 来来来来 然后星期一 你醒来 你说我觉得很糟 请为我祷告 甚至去找四岁小孩 你帮爸爸祷告 没有人看到 你是教会的牧师 没人看到 你心里想 但神看到了 我还会领受我的神迹吗 那些日子 神没有记下来 那些行为 神没有记下来 你胡言乱语 神没有记下来 评牧师 你没有读过 耶稣在福音书中说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供出来 我们不会被审判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那是在他死前写的 事实上每个人 将为他们的话 他们的想法和声明被审判 我们不是 因为我们的罪过去 现在和未来 都已被饶恕了 OK 结束 必须结束了 看这个 他的意思是 顺便说一下 那个女人 想偷走祝福 她的信心是不完全的 是软弱 是自私 但很真实 耶稣抓到她 她想偷走祝福 她想从她手里领受 许多人从她手中领受 但他们对她的心 不感兴趣 她更感兴趣的是 她明白她的心 这样她就不会觉得 她偷走了祝福 而是自由地得着祝福 于是她问谁 触摸我 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她承认了 她不是想让她难堪 但是她说 她是福音中唯一的女人 你可以查考 只有耶稣在希伯来文 亚兰文说 贝蒂 意思是我的女儿 从字面上 她称她是女儿 是好安慰 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 不是你的手指 你的信 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因为 如果她做每一件事 都偷偷地 就如同你把盆栽 放在黑暗房间里 衰弱和生病 但若你是基督徒 公开作证 那信心的盆栽 会增长 能茁壮成长 结出果实 栽种别人 Amen 收成甜美果实 你明白吗 Amen 所以 她说 当你来到我面前时 不要怕 你的不信 不要怕 你的需要 我知道你所有的需要 不要怕 心中的怀疑 我知道 那所有一切 只怕一件事 不来到我面前 只怕一件事 怕当我 当我走过 给别人带来 生命健康和祝福时 你错过了 就怕这件事 好 但永不害怕 来到我面前 尽管你有疑惑 尽管你有怀疑 尽管你有不信 就是来 Amen 因为来到她面前 就是相信她 在约翰福音六章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恶 信我的 永远不可 来到她面前 相信她同样的事情 魔鬼说 除非你的心 充满信心 不然你不能来 不来 有相信 有怀疑 她会 她会原谅怀疑 并回应信心 OK 在场的 每一个头低着 每双眼闭着 你得着祝福了吗 赞美耶稣 Amen 谢谢你 主耶稣 这就是为何如此重要 各位 我们能以神 看我们的方式 来看待自己 你们当中 许多人 在你来这里的路上 或者昨天 你开始回顾 所有你做错的事情 看着自己的冷漠 你开始害怕 你的冷漠 看着自己的疑虑 你开始害怕你的怀疑 看着自己 对耶稣 缺乱理解 你开始害怕他 不不 不要害怕这一切 只害怕一件事 救主来了 把救恩和生命 赐给别人 别让他只是经过你 你的手虽软弱 伸出手来领受 信徒们 如果你需要医治 你可能听说过 讲到 谈到信心 伟大的信心 坚定的信心 即使是那些 信心刚强的人 他们有伟大的启示 关于耶稣是谁 但先忘掉这一切 这个妇人 是个完美例子 以软弱手 伸出来 甚至迷信 不完全 软弱 但真诚的 是自私的 但她给予了 有些教导说 如果你是自私的 在神给你之前 先将自私挪去 这个故事 推翻了一切 很多次 我们带着自私而来 但我告诉你 他所给你的礼物 会让你不再自私 你会想要别人也来 你看 耶稣在他 所有的礼物当中 但耶稣超过他 所有所赐予的礼物 在我们得医治之前 可以理解 我们想到疾病 但信徒们 在我们痊愈后 是时候去思想医治者 让我们寻求 耶稣 我们不要只是寻求医治 我们寻求医治者 在这里每一个头低着 无论在哪里观看的 你说屏幕师 为我祷告 我要耶稣基督 进入我的生活 我要我的罪得赦免 我想知道 当我今日 走出家门时 我知道 我所有的罪 都已得赦免 过去 现在和未来 神是我的父亲 我的灵魂 尽都完全 如果那是你 无论你在哪里 我要你从心里 这样祷告 无论你在哪里观看 从心里这样祷告 说亲爱的天父 我相信耶稣 是你的儿子 神的儿子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祂承担了我的审判 我的刑罚 和我所有的定罪 祂成了我的诅咒 使我得以蒙福 得赦免 和称义 我深受祝福 因为我所有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罪 都已得赦免 但我跌倒时 失败时 我蒙福 因为你永不会将罪 归于我 谢谢你天父 为你赐下儿子 成为礼物 耶稣基督 永远是我的主 奉耶稣的名 所有人都说 耶 Amen 各位赞美他 哈雷路亚 把你的手高举 在楼上的也是 这个星期 主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相信他 主祝福你 亚伯拉罕的福 和生命纪二十八章的祝福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你的仇敌 从一条路来攻击你 必从七条路逃跑 敌对你的气线 必不兴起 本周主保守你 和你的亲人 免受疾病 所有其他病痛 和肠病毒 从魔鬼所有的邪恶中 主保护你 和你的孩子 在至高者的庇护所 没有邪恶临到你 没有瘟疫 会来到你的住所 主自己和他的保险 遮盖你 主的脸光照你 施恩于你 愿你这周在正确的时间 在正确的地点 找到自己的位置 享受神的恩惠 他的恩惠 满溢于你全身 满溢于你全身 相信你是沐浴于神的恩典当中 主扬脸于你 并赐给你 赐给你这周 他的 Shalom Shalom 平安 奉耶稣的名 所有的人说 Amen 爱你 谢谢你的时间 我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